首先,我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的mini talk 今天星期三就是迎一世 今天的題目就是承接著我們兩星期前 遠離彪如台,精神逆逆 上次講了上半集,今天會講下半集 上次也有提過,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小朋友那麼容易上課會睡覺 或者在寫字樓三、四點這些時間 都是黑眼睡的時間 甚至乎在家吃完飯就躺在沙發裡睡著了 為什麼個人好像吃飽就想睡 或者睡也不夠呢? 我們就研究一下 上次也有提過 就是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吃一些單糖類的澱粉質 或者碳水化合物比較多 令到我們的血糖忽高忽低 對,上上下下下的時候 也令到我們的精神狀態非常飄忽 事宜很興奮,很精神 要麼吃完這些朱古力糖果 就馬上很睏 上次說穩定血糖很重要 我們說早餐和纖維的食物 或者一些複雜的澱粉質 比較重要 今天想說什麼呢? 什麼可以幫我們穩定我們的血糖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蛋白質 又是它了 生命之餘 你差不多看到我們每次都會提出蛋白質 因為我們全身的細胞 無論是所有的細胞 都是用蛋白質造成 只有兩樣東西沒有 一就是我們的尿液 二就是我們的膽汁 而我們的荷爾蒙 這些元素主要都是由蛋白質去構成 所以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是不是可能就要胰寶素去幫我們 把血糖吸入我們的細胞做能量 胰寶素有什麼呢? 蛋白質 蛋白質在這個血糖的作用有什麼呢? 就是幫我們穩定血糖 使我們血糖吃完東西之後 慢慢升 升幅比較平衡 就會噴一聲發上去 然後噴一聲回答 我們慢慢升的狀態 血糖不會過度的變化 也可以幫我們的精神狀態維持著 也有研究指出 因為如果你說說到後面 很複雜 我們只是簡單說說 有穩定血糖作用 也有研究表示 原來高蛋白質的早餐 可以令到女性體內的血糖值 是維持得好一點 你會看到 早上除了蛋白質比較多之外 其他熱量、脂肪、纖維都是接近的 四個小時之後 再抽血液裡面的葡萄糖 而多數發現 吃高蛋白質那一組 他們的餐後血糖值會低一點 即是可以幫助我們 穩定我們的血糖 當然 你說蛋白質 我們每次都會說 究竟我們要多少 一般成年人1至1.5公克 為何你說1至1.5公克 就是因為當我們成數 各個係數 因為如果我們說 我身體有很多東西要收到 又或者我想建立肌肉 我們就因而 每個人的體質決定 究竟成1還是1.5公克 如果是一個60公斤的成年人 你承下去 就是說成1的話 可能要60克的蛋白質 又或者去到90克的蛋白質 你說蛋白質哪裡來的呢 我不用多說了 你說所有肉類、海鮮、豆製品 或者食物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蛋白質 你說如果我要吃到60公斤的話 我要吃到60克 即是要吃多少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塊手掌左右的牛 就有大概20克的蛋白質 雞胸肉大概都是20克 雞蛋三顆才有20克 換算來說 如果要60克大家可以估計到 吃到多少 當然植物都有蛋白質 但植物性蛋白質 相對要吃的量比較多 可能你才能吸取到的蛋白質 才會比較多 所以肉類都是比較豐富的蛋白質 我不可以說是優不優質 我只是說豐富 而大家去到吃的時候 我剛才說優不優質 我們都要看一個叫PDCAAS的值 簡單來說就是蛋白質的消化率有多高 你會看到牛奶是1 但我們雖然放蛋白和牛奶 我們都不建議大家去吃 乳清蛋白那些都是 我們主要是蛋 或者看到黃豆 0.91已經接近100%的吸收率 去到肉類 有0.9至1都可能會高些 但你可能看到黑豆 0.53 原來蛋白質不是全部吸收 如果你說真的要看完的話 我們就要看看那些蛋白質的食物 是不是優質的蛋白質 你問我呢 我覺得我自己雖然是不夠50公斤的 但我要吃到50至1.2 我去到60克的蛋白質 我發現都有點難度 尤其是優質的蛋白質 相對我們的身體會更好 尤其是植物性會比較動物性 所以我每天都會喝黃瓷根的全植物蛋白質 我作為豆漿這樣喝 是負酵素Q10 我們會稱呼它生命的火種 我相信如果這裡應該是有些女士在 那些女士應該都會聽過負酵素Q10 因為很多護膚品都會加進去 因為是很抗氧化的 你說和精神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負酵素Q10可以刺激我們細胞裡的粒線體產生能量 你說聽到很複雜 粒線體產生能量 我很喜歡小時候看到這個廣告 大家有個變心的廣告 有個兔子在打鼓 打一下它沒有電 會怎樣沒有電呢 它就會停手了 又或者我們可以想 那個Q10就是我們每個細胞的電池 所以如果我們那粒電池不夠電 我們那個人就開始借了 然後就覺得整天很累了 這個就是負酵素Q10的作用 它可以幫我們改善運動體能相關的疲勞 運動表現都會提高 活力都會提高 大家如果想想 你手機充滿了100%的電 還有你剩下差不多5%的電 是不是都差很遠 人都是一樣 極度抗氧化剛才說了 同時你說我們身體什麼器官需要多些 心臟、腎臟、肝臟、肌肉這些 要的Q10的含量是特別多的 尤其是最高需求量在心臟那裡 因為它用來調節我們的心肌細胞的能量過激 令到它收縮是更加有力的 上次我們也有提過鐵質 鐵質就是大氧令到我們身體有氧氣 但我們的身體的血液流通 令到我們身體大氧的時候 是不是也很需要我們心臟的泵房 究竟泵得夠不夠力 令到我們的血液可以去到 我們的末端、末梢的位置 都可以呢 你說如果不夠力泵的時候 是不是血液不夠力 都沒有那麼好 所以為什麼Q10跟我們的精神狀態 都息息相關 心臟好我們自然夠能量去做 你說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人體20歲之後 原來Q10是會逐年抵抗的 你會發現你20歲或25歲之前 你覺得老虎打得幾隻 睡覺、通頂幾晚沒有問題 但是25歲、30歲過後 甚至40歲過後 你應該覺得真的熬不到通頂 因為我們的Q10的能量詞 是越來越少 40歲的時候剩下20歲的七成 就是你有10個鍋 你只有7個蓋去蓋 你怎樣蓋都差一點 然後每10年 我們就遞減10至36%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 可能生活習慣 有沒有吃藥、有沒有壓力、有沒有感染 都會去看看我們的Q10流失速度有多快 當我們不夠的時候 為什麼你說這個我覺得是人體 是人的淘汰機制 大自然的淘汰有些人類 如果不是的話 生生命就沒有定期了 好了 你說Q10在哪裡吃得到呢? 例如食物類 多元不飽勞之分 例如大豆這些 或者橄欖油這些 動物類 Q10比較多的就是海產類 或者牛肉這些比較豐富 堅果類都有 不過注意 當我們烹調的過程中煮食的時候 酵素都會被破 那名副酵素Q10 所以它是一個酵素 台灣有統計 台灣和香港人的飲食比較接近 平均台灣人只攝取到4.2至7.2毫克一天 但原來我們人一天要多少 30至60毫克才可以幫我們 強化我們的身體機能和抗毛化 你說我吃多少呢? 原來牛肉3盎司才有2.6毫克的Q10 所以真的比較低 雞肉也是3盎司才有1.4毫克 牛肉真的比較豐富 當然如果你說我吃到30盎司才有26毫克 但相信吃到30盎司的牛肉 應該都比較多的脂肪類或者毒素吸收了 所以我自己通常都是用補充品補充的 因為食物裏面比較雷級收到 題外說 剛才說是否跟心臟有關係 我婆婆也是吃這個Q10的女人 尤其是我跟她說 你當是補充安丹的用 這樣保住心臟 如果當心臟或者呼吸覺得不太暢順 心跳比較快 我就跟她說 你快點吃1至2顆 然後她那天吃完就說 有效果完之後再問我 拿好一些Q10放在家裡 我當我開門口也好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當然在市場選擇市面很多 但我們要選擇一個可信任的牌子 以及它的內緣 究竟會有什麼提面 上次我們都有提過 維持血糖穩定 我們一定要減低我們的單糖類 例如糖、奶茶、咖啡的糖 或者朱古力、雪糕這些吸收 令到我們的血糖不會飄浮得那麼厲害 吃一些優質的早餐 當然剛才說的蛋白質 上次我們有提過 維他命B是精神的營養素 幫我們代謝 鐵質幫我們帶氧 含氧量高一點 剛才說的Q10這些都是 當然你說除了飲食 我們要均衡的時候 適量的運動是很重要的 幫我們血液循環再做 當然一定要睡舊 香港人很出名睡不夠的 我們要充足睡眠才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夠時間休息我們的狀態才會好 另外就是樂觀積極的心態 說的是什麼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很大壓力 尤其是這半年大半年 疫情或什麼都好 你會發現大壓力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會很夠休息 也不可以真是說 可能是精神狀態很好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 如何處理好我們的壓力和情緒 都非常之重要 這四樣東西缺一不可 這樣呢 今天我們精神逆役去到這裏 精神逆役不是去到這裏 題目去到這裏 我們要持久地精神逆役的 經常都說到健康八歲 而不是只說長命八歲 接下來有什麼活動呢 就是維持一點 當然剛才說精神逆役 一定要做運動 我們逢星期一 早上10點半至11點半 或者星期三 即今晚的10點至10點半 我們都會一起在家裡 用Zoom去到很安全的環境下 做一些肌肉鍛鍊和伸展拉筋 令我們伸展完睡覺很舒服 第三項項目就是 剛才是否說精神逆役 是非常之重要 我發現很多朋友 簽體工作坊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已經因為我們接下來 搞第17期 通常來完的朋友 他們真的精神狀態很不一樣 話說我前兩期 即是第14期 有個學員 基本上他晚上上課的時候 第一、第二課 上了半個小時 他就已經黑暗睡 已經吊了魚 但是我到第三環開始 就已經看到他從來沒有打過眼睡 他真的精神地上一頭 所以我真的看到 大家當你們懂得選擇飲雜食 因為我們HP會教大家 怎樣食物配搭 當我們吃得好的時候 我們的精神狀態都會有改善 我們的健康水平都會有改善 不只是單單減蟲 或是單單增肌肉 你說這也想了解多些 我們星期六十一號下午 兩點至兩點半 都會有Zoom的緊戒戶 如果有興趣 可以為我們拿個連結去了解 今天的mini talk就到這裡 大家還沒like我們facebook 或者youtube的話 歡迎訂閱 就可以看我們以往的資訊 以及每個星期一的營養文章 Verfüg一營餅文章 就讓我們來講